就是我要拿到这个原始的档案 原始的档案 然后接下来呢 我要透过这个原始的档案 把它变成是可分析 所以我当然就要透过开发人员聚集 好,那因为刚刚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呢 我发现我的score可能被我删掉了 就是科目名称,我取名叫做title 如果没有那个科目名称的话 它会产生另外一种问题 那其实聚集不是很困难 我怎么加进来呢 怎么加进来到这边 我就现场直接做一下给你看 就是我要去做一个录制聚集的动作 然后接下来游标移到这个位置 然后内容直接输入title 做完我就停止录制 那我刚刚做的动作 我必须要把它 就是我希望说我会写这段程式 但是VBA的好处就是它不用你会写 它会自动帮你写 像我刚刚做的这个聚集 聚集11 它的程式内容 它就写 就是到某一个储存格 然后输入内容 这就是输入内容 输入什么内容呢? title 因为我要等于说把它复制 贴到 贴到 对 真的被我删掉了 贴到这边 但是这个时候应该是要叫A1 好 然后接下来我必须要把我的 我的刚刚这些资料重新跑过再给各位 所以我先把109年之前都先删掉 好 让我再重新跑一次 因为这样子的话才能给你们正确的资料 109年 那如何去执行刚刚写好的剧集呢? 就是因为我刚是在这个档案写剧集 所以当我写好这个剧集的时候 其实我没有 我不会 我没有去 就是说 虽然说我是在另外一个档案 另外一个ESL档案叫做 全国收入109年的这个档案里面 但是它可以去执行另外一个ESL档案的剧集 开发人员聚集 这个为了怕我先把11给删掉 聚集执行 好 你看一下 我现在放的109年 109年 它左上角就有抬头了 这样可以了解吗 好 我只是想简单的秀一下 告诉你说 这个过程 如果你也想要去了解 怎么做 从头到尾 那么多的剧集程式 我的教法是一步一步的去做 所以 所以只要你愿意学 就欢迎你来报名 进阶班 好 我从108年做到100年 好 然后这是106年开发聚集执行 这是105年开发聚集执行 108年开发人员聚集执行 103年开发人员聚集执行 107年开发人员聚集执行 104年开发人员聚集执行 102年开发聚集执行 101年开发人员聚集执行 还有最后100年开发人员聚集执行 好 做完之后 我把这个做完的档案 再看一下 这边都有title了 就是我们要分析的资料 它的栏位名称不可以是空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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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